主持人運動 要不要這樣做嗎?和平遊行 敵子彈? 這是2019年蘇丹陣智慧者的視頻 其實已經過了火了 我想問蘇丹警察有沒有防雨裝備啊? 直接用敵子彈打成西子 好!本次武器探究實 第一集,大家看看到底有什麼防暴武器,有些溫柔,有些致命 我這次排行會分為四個種類 第一,驅散人群 第二,重新組織或影響媒體風向 第三,為拘捕煽動者 第四,向危害人類最賣進 首先,這個大頭當然是各種催淚彈 這個可以是一個好東西,催淚彈是非致命的氣體化學武器 主要透過刺激有心目標的眼、常呼吸等部位,令人暫時失汗抵抗的能力 催淚彈會刺激身體的膩膜部份 而由於其主要攻擊作為眼睛,眼睛會受刺激後會流下眼淚,故得名催淚彈 而他的兄弟像膠字眼都不枉多樣,一發一個遠身者令人難以忍受 所以以專門火力或陣勃散彈出來的武器發射 將膠子彈低接吻武器、射程較短 自助代替金屬子彈,多用於防暴、驅散示威等 當然用錯就讓客人才觀 第二,是為了重新組織 在暴動的情況下,防暴警察容易被打散 要如何重新組織就要靠以下工具,例如無線電 而為了令警方執法得到支持 就需要透過記者親身拍攝暴亂者的暴力行為 以取得社會大眾認為警方做法克制 當然,這個感覺有限度 你總不能一邊拍攝暴亂者扔石頭 但警察用重機槍回應 第三種是驅迫煽動者 這個主力就是警棍 可以攻擊有位作為防守武器 通常由單手使用 由於殺傷力有限,通常是警方裝備 而警棍主主有三個家族 直棍、拐棍和山叔棍 各有各優點,但打起來都很痛就是 第二種是打算用國際刑事法庭 就是各種實彈槍 自身手槍除外 就是因為這是防暴警的最後一套防線 有兩種情況會發生 一種警方意識到暴動的控制 第二種,警方高速人 打算一次陣下結束整場示威浪潮 M獨陸已經夠殘忍 追擊部署我們慢慢探 有這麼多種類的防暴裝備 都不選,只要用神打回應 都單有多窮啊 如果真的買不起的話 我支持100億樽巴部位幣